賴總統的非常孝順 他牆上都有掛著他家人的照片 原本的一些木頭的椅子 就呈列在這裡中間一個桌椅 這是一個客廳 一踏進門 礦工歷史照映入眼簾 總統賴清德的萬里老家 正式轉型為礦工生活紀念館 老家內部首度對外曝光 賴清德的老家正式對外開放之前 我們首先帶大家來開箱 可以看到基本上這裡的裝潢 沒有太大的改變 而且透過鏡頭帶大家來看到 還可以看到這裡還特別保留了一張書桌 基本上只要賴總統回到老家 都會在這邊看書 二樓的書櫃上擺滿了各類型的書籍 還特別保留了這一張書桌 賴清德只要回到萬里老家 都會在這裡坐坐 而旁邊的和室是過去一家人住的大通鋪 一樓客廳跟飯廳 原本的家具都已經撤走 換上礦工口述歷史 想進來的民眾從十月開始對外開放 才線上預約制一週開放三天 上午下午各兩梯次各十個人 等於一天開放四十人 未來將交由當地社團負責管理 我們從今天開始會採取預約制 那從十月份開始呢 我們陸陸續續就會通知這些報名者 來進行這個相關的導覽 信託的進度是這樣 我們全全委由這個紅泛律師事務所 全全來處理 下午都會找到那邊玩 那他們母子常常都會去那邊找 以前阿弟是都在這檔請的這裡 謝安是都在這檔請的這裡玩 在那八十五都玩 回想賴總統的童年時光 在2024選戰這裡曾成為 各政黨的角力戰場 如今在賴總統上任滿一百天 證明自己兌現承諾 華視新聞張旋璟宏旗新北報導 哈囉我是易景 想要搶先掌握最及時的新聞資訊嗎 趕快訂閱按讚開啟小鈴鐺 鎖定華視新聞的YouTube頻道